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,赐死年庚瑶后,雍正如何处置年的妻子阿姨,其结果让人难以置信,1726年1月13日,京城,一位大人物被赐自禁,其罪名数量很是恐怖,大小罪名总计92款,这位大人物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年庚瑶,曾经的大将军年庚瑶身死到销后,七年是家人命运如何,一,年庚瑶和赐子年妇,一个被赐自禁,一个被牵连诸杀,想纠正一个常见的错误, 很多人说年庚瑶家是雍正的褒一奴才,这个是不对的,年庚瑶的曾祖是辽东武将,爷爷父亲都是朝廷大官,可以这样说,年庚瑶是官宦之家,他是清朝的官司代,说年庚瑶是褒一奴才的,大多是看了雍正王朝那本历史小说或电视剧,年庚瑶很聪明,读书很好,后来如愿考中进士,那一期的进士,出了不少能人,比如张廷玉等人,不过在那一届进士中,年庚瑶绝对是最为出众的一个, 在30岁时就已经担任四川巡抚了,那时还是康熙年间呢,这就是少年得志的邻居家的孩子,辉煌还没有结束,年庚瑶在39岁时担任了四川总督,42岁时担任了川山总督,从这里看,不是雍正发掘和提携了年庚瑶,而是康熙,雍正上位,年庚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力量, 因为雍正是年庚瑶的妹部,所以说年庚瑶狂,真的有狂的理由发迹较躁,又是雍正的七哥,活该他享有树不尽的荣华富贵,雍正早期朝廷的三大主持,一个是国舅龙科多,一个是十三爷允祥,一个就是年庚瑶,而另两位主要是在京城,年庚瑶却是在外的超级崩江大力,雍正一招,年庚瑶最大的一件功劳就是, 1724年平静青海的罗普藏丹精叛乱,就此,他成为了雍正眼中的第一功臣,因为年庚瑶的出众战绩,雍正什么事都找他商量,包括军事外的,而且通信时两人就像朋友一样,官位太高,人就容易膨胀,年庚瑶也未能免俗,他犯了如此的几个大错误,一是趾高气扬,官位十足,仗着功劳和雍正的宠信,年庚瑶完全不把其他大臣们放到眼里,就算是王公贵族,也一样入不到年庚瑶眼里,他进一趟京城, 文武大臣,王公贵族的贵旨迎接,如此的欣慰,年庚瑶的背后,就有了很多的打小报告,一个,两个,很多个,这就影响雍正的心理了,二是干预朝廷的人事安排,当时,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人事安排,都受年庚瑶的影响,他让谁上谁就能上,他让谁下谁就要下,对四川的影响也很大,看似,他只是给雍正建议北方很多地区的人事安排,实际上,为了笼络住年庚瑶,雍正往往都会听他的建议, 这就导致给年庚瑶送财物,溜须拍马的官员一大堆,这其实是在和皇帝夺权啊,这是大敬,皇帝可以问你的建议,你也可以发表一两个建议,但干预大面积的官员任免情况,这是自寻死路,三是,和雍正相处有些随意,在雍正的眼中,性中,年庚瑶仿佛成为了一个朋友,但是,年庚瑶的错误就在于,他真的以为自己是雍正的朋友, 最夸张的是,雍正接见年庚瑶时,老年同志无人臣之礼,竟然和皇帝平起平坐喝茶聊天,这让无数人恨得牙痒痒,年庚瑶大概忘了两句话,第一句是卧榻之侧启容他人憨睡,第二句是半君如半虎,四是,年庚瑶和龙科多,十三爷有了很多矛盾,朝堂之上,大臣之间,也是有着矛盾和冲突的,本来,年庚瑶,龙科多和十三爷是雍正的三大助力, 可是,随着年庚瑶的权势越来越显赫,他和这两人矛盾越来越多,一句话,年庚瑶手伸的太长了,和令两人有了权力和资源的争夺战,龙科多是谁,四爷尚未最重要的九门提督啊,十三爷更不必说了,那是四爷最欣赏的弟弟,四爷曾多次要求,十三爷将墓地建在自己墓地的跟前,年庚瑶和这两人闹矛盾,不就是再给自己掘墓吗?当一个人的控制能力小于野心的时候,灾祸就会来了,年庚瑶的狂,终于让 雍正不爽,权力很大,激进奢侈,还影响朝廷的人士安排,环和朝廷的众臣有矛盾,怎么办,只能办他了,有人说,是后来年庚瑶写信祝贺出现天象时,写错了四个字的顺序,将朝干西记写成了西记朝干,才导致雍正收拾他,当然不是,本质就是,年庚瑶拥有的权势和资源,影响到了雍正皇位的稳定性,雍正从1724年农历十月后起,和边疆众臣们,朝廷众臣们说起年庚瑶时,就已经有了种种不满, 在1725年年初,就开始公开批评年庚瑶了,最后,雍正在1725年农历五月,经过和月中旗的密谈后,开始实施计划,第一步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将年庚瑶调走,让副手月中旗接任兵权,第二步,让年庚瑶在人脉相对浅薄的杭州任职,第三步,调回京城,夺取所有爵位,第四步,压入大牢,一看年庚瑶诗事,弹劾的奏折就和雪片似的,若一不决,看来,不处理是不行的, 因为年庚瑶功劳巨大,而年庚瑶又是雍正的宠妃,导致雍正迟迟为举起屠刀,1725年农历11月23日,雍正的宠妃年庚瑶去世,半个月后,经过各种梳理,年庚瑶被定出92项大罪,不杀,看来是不行了,1725年农历12月11日,也就是1726年的阳历,1月13日,年庚瑶被辞自尽, 当时年庚瑶的长子已经去世,四子年妇因为此事,朱连也被斩杀,那么年庚瑶的父亲,哥哥,其他孩子们,以及妻女士如何处置的,二,雍正对年庚瑶的父亲,哥哥,妻子二女等人的处理,让人难以置信,看年庚瑶92项大罪名,按照古代的处理方式,不说朱连九族,至少会朱连三族, 但是雍正的处理方式让人很惊讶,果然是不按常理出牌,首先,我们看看对年庚和年庚瑶兄长的处理,当时的年庚年夏琳刚好73岁,已经退休了,可是仍然是一等公爵,还有太傅仙虚职,如何处理呢?雍正的处理方式是将老岳父的太傅仙撤了,从各种资料来看,公爵爵位都没有撤,这种处理方式很良心啊,一年之后,年傅去世,恢复了太傅仙,人已经死了, 意义已经不大了,对于年庚瑶的哥哥年希瑶,1725年农历12月,将其公布又是郎的职位歌曲,仅过了一个月后启用,任命为二品的内务府总管,可以这样说,年希瑶基本没怎么被影响,年庚瑶的另两个妹妹,一个妹妹年事和丈夫胡凤辉自尽而亡,估计是干了些错事,否则不止于此,有点畏罪自尽的意思,另一个妹妹年事,是户部郎中杨艳之妻,基本没受影响,其次,我们看看年庚瑶的儿子们受到了那些影响, 钱文说了年庚瑶的次子,也就是要继承他爵位的年妇,受父亲牵连被处死,除此之外,年庚瑶还有不少儿子,其中15岁以上的有资料记载的有这么几位,年兵,年兴,年兽,年兽,这三位第一时间被割职,并被发配至云贵,广西之地,进行戍边,年庚瑶15岁以下的子女,全部不予处理,仅仅一年后,雍正下令,将年庚瑶所有的儿子进行赦免, 交给年侠林管束,从这一点看,雍正对年庚瑶的后人还是可以的,第三,年庚瑶的妻女如何呢?年庚瑶娶娶过两个妻子,第一院是纳兰姓德的女儿,很遗憾,此女生了一个孩子,过了几年就娶世了,年庚瑶的第二个妻子, 是爱兴爵罗氏,是英亲王阿纪格玄孙女,父亲是辅国公苏彦,这位生了不少孩子,还能复制年庚瑶办公,处理满文文件,这是绝对的嫌内助,年庚瑶出了事情,这位没有受影响,年妇,年兄也仅仅是革职免罪,这位爱兴爵罗氏的阿姨自然会免于牵连,不过,年庚瑶的一位即将结婚的女儿确实受了影响,本来,这位年轻的年事,要和孔子的第七时代嫡孙孔传庸结婚的,一看年家出事了,孔家直接取消了 婚约,孔家在关键时刻,选择了明哲宝身,第四,年庚瑶的幕僚们受到了牵连,很有意思,年庚瑶的家人们被牵连的并不严重,但是,两个幕僚却深受牵连之苦,一个是邹鲁,一个是汪景奇,两人先后备战,至于两人的亲属,直接发配到凝固他给披甲人为弄,没想到,幕僚被牵连的比亲属还深,这到哪说理去,看来,还有内情,幕僚一定说了不该说的话,做了不该做的事,给了不少不好的建议, 从年庚瑶做过的事情和膨胀的状态看,被此自尽,死得不冤,雍正处理的还是给够了面子,不过,年庚瑶犯了92项大罪,可家人牵连的并不深,说明雍正网开了一面,这超过了当时很多人的心理预期,用难以置信四个字形容毫不为过,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,订阅,分享和介绍给朋友,我们下集再见。